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 来看今天的百秒辽宁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 辽宁 吉林 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将联合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 在学生联合培养 教师互聘 协同创新 国际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共建共享 构建三省一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推进高校学分制改革 完善校计学分认定和转换制度 大学生可跨省跨校修读精品课程 6月22号 全国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在辽学园 举行建党百年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主题活动 来自我省高校 国企和社会组织的学员代表 来到沈飞航空博览员 中共满洲省委就职纪念馆 辽宁大学等地 通过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学党史 贡赏一堂党课等活动 感受红色基因 感受中国力量 坚定跟党走的信心 7月1号起 沈阳城乡低保标准提高 城市低收入标准范围从每人每月715元到858元 提高到每人每月740元到1110元 农村低收入标准范围从每人每月510元到612元 提高到每人每月578元到867元 昨天 壮美山河沈阳故宫馆藏山水题材文物特展开幕 展出以山水为题材的精美文物七十件 展览分山明水秀 名胜家景 记性欲擒三部分 一幅幅诗意画卷 一件件艺术真品 让观众领略高栏蝶杖的壮美山河 青山绿水的妩媚多姿 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 完成了